讲的就是说一切要以 集体的 我们这个时候尤其要强调一个集体主义 尤其要强调一种集体主义 尤其要强调集体主义 一切要以集体的存亡发展 和解放性路径的 路径的一个稳固持续的推进 稳固持续 然后同时还要做好把握契机和跨越的准备 做好把握契机的准备 等于一种实践性的路径 要一直维持着 解放性的路径要一直维持着 尤其要强调集体主义 一定要以集体的存亡发展为要 一句话叫团结就是力量 孤军作战 好勇逞强都狠是没有力量的 是无力的 是无力的 我 不才 我 虽然我个人是 可以说如果我只有一个人 那我是最狂野的游击知识分子 但是 有个人现在笑我是宝 我笑他 一个人都没有 首先他一个人都没有 连他自己都没有 他连他自己都没有 连他自己都没有 连他自己都不拥有 就是 所有耻笑我是宝的人 我现在反过来问你 你一天 可 投入 几个小时的 几个小时的 你可以投入几个小号 但是你可以投入几个小时的 真正的行动呢 真正的 工作呢 真正你所想过的那种 羡慕的那种生活 你连你自己都不拥有 更不要说你 你的团队里面有很多很多人 我现在公开的 我的团队 苏州 光是苏州 苏州的线下公益小组 公益小组 我们都是公开的 这个我们做的公益活动 固定的志愿者有十几个 有十几个 临时征召的可以 可以大家一起过来做事的 有几十个 线下的公益小组 然后我们说就是我们线上联络的 线上联络的这个劳动法小组 劳动法小组 我们 我们 我们常有的就是说 比较 常有的这个成员就有 六七十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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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比较核心的成员呀 有那么七八九十十一二个 有十个左右 劳动法小组 那我们也是同样的就是我们的设计师 设计师团体 啊 啊 长期给我们提供这个设计啊 啊 那这个也有个 五个三五个吧 三五个不足 但是这个就是我们没有特别多的设计性的工作 比如说包括这个IT 啊 这个程序员 程序员 我们常设的有二位 常设有两位 啊 但是给我们提供过帮助的 呃 可以有十多位啊 有十多位啊 有十多位 啊 我不是说秀肌肉啊 我没有说秀肌肉 这里面 啊 劳动者 体力劳动者兼有 体力脑力劳动者兼有 啊 小赞人阶级 就是 同情倾向 这个社会主义的小赞人阶级子弟也有 甚至大赞人阶级子弟也有 大赞人阶级子弟也有 家里开厂的 开的厂的规模还有很大的大赞人阶级 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拿过他的钱啊 我们没有拿过他的钱 没有拿过他的资助 这个你可以限下查账的啊 我那我欢迎 我欢迎就是机关单位的同志过来 检查我的账本 我没有拿过他们的钱 我们拿到的钱都是就是公开的 我赚到淘宝当里面淘宝店里面赚到的啊 我们金钱的规模是很小的啊 就说我这个时候我的所有的公开发言言论 我们都是我虽然是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是我的支持者我的同伴啊 或者说我在很多问题上面我比较有话语权我有主导权 但是我们要知道这背后是数百个家庭数百个家庭 他对于这个社会共同体的这个共同的意志是有代表性的 共同的这个意志啊 有代表性 就有一定的代表性 你说里面没有不产阶级 我这个线下公益小组里面 好多都是坐日节的流水线上受不了的啊 各种各种工都打过的啊 我们这个劳动法小组里面有很多是学生 他家里就是就是穷学生啊 还有还有就是一些就是小白领 你当然可以说我这个比例里面的这个产线工人的比例不高 产线工人没有时间 因为我们现在我们现在完全是在这个居民区社会面 我没有到工业区啊 目前的共同意志的这么一个代表性 我代表者是我啊 我们尤其要坚持集体主义啊 这是个集体主义的纪律 坚持一个集体主义的纪律啊 很多立场方面的表态 不是不是有我 虽然是最终是由我决定的 但是我要具有代表性 我要具有对他们的代表性 我就有对这些参与者行动者的这个政治意志的代表性 明白吗 很多就是说啊 很多就是说这个啊 很多这个就是 孤悬海外决然一生 或者就是说就是说连一生都没有只有半生的 啊 我我我的建议就是我建议你们高筑强 广积粮 缓称列 高筑强就是你的人才对付啊 这个能够形成一个你这个共同体 你这个共同体可以就是保卫着你自己的立场 你通过一帮人才可以保卫住你自己的立场啊 有你自己的这个独立的活动 有你自己的独立的活动 不要像什么野草输舍一样啊 动不动今天好像就解散了 还有广积粮 广积粮就是说你的经济面要广 经济面要广 啊 要能够存活下来 你一个两个存活下来没用的 啊 广积粮 还有换称列 鲁贝连一个布尔什维克 你没有你的布尔什维克你 有何资格说是列 而且我们的列宁主义是讲究一个集体主义的 是讲究党内民主的 列宁主义是 列宁主义是集体主义的 啊 啊 是 民主的 啊 是民主的 是集体主义的 只不过这个民主是 不和蒙什维克那帮精英分子 知识分子讲的民主 他是集体主义的 是讲民主的 嗯 明白吗 是讲究你最后你的 布尔什维克啊 你的布尔什维克 啊 你的布尔什维克 你如果 想要有资格 说我是宝 说我是什么 反列 这个都是扣在我头上的 污蔑的词 你要有什么情况才有资格呢 啊 请你有 义 请你成为 一群 就是说 有 有自己的 这个 独立性 架构的 然后你们共同的 就是说 明白吗 你要成为一群 布尔什维克 然后说推举出来 你代表他们 你来发表意见 说要批评我是宝 要批评我是列 你才有资格 啊 所以我们更要讲集体主义 我们尤其要注重这个集体的存亡 它就要存在 不能轻易消亡 要发展 要能够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推进 贡献应有的力量 要能够把你的解放性道路坚持到底 解放性道路坚持到底 持久稳固的坚持下去 意味着你是一个 有力的温和强健的路线 但是随时做好准备 并不是说你就要 但是随时做好一个跃迁的准备 跃迁的准备 不是说你平时就在乍乍乎乎跳上跳下的 你要跃迁 平时就是说要来大的 就手搓核弹的 你要跃迁 不是平时你要有 稳固的安宁的 共同体生活生产存在的状态 大家心往一处始 力往一处始 再才有一个就是说 你身体状况要 你比如说你跳高跳得高 你比如说打篮球你跳得高的话 你得那个身体状况比较正常 不能那个心率忽快忽慢的 要处在一个稳定的一个状况 稳固而有力的一个状况 爆发力是从你的持久力 肌肉的那个良好的正常状况当中才有爆发力 就是说 而且爆发力往往就说 你在常态当中你要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 这叫波尔什维克的含义 你要代表大多数 当然这个波尔什维克的含义 当年火星暴分裂的时候 他在支持列宁的人相对较多 叫波尔什维克 但是他著名的就是说 波尔什维克他的 他的集体纪律是非常重要的 集体纪律 你们这些游离在外的这些分子 游离分子 游离分子就是毫无纪律的 毫无纪律的 想骂谁就骂谁的 毫无纪律的 然后你你你你抨击这个人 又不是出于原则 又不是出于原则 不是出于你的内部发展的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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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一个 一个路径抉择 或者说发展的所需要 啊 这个是非常 在我看来是 我觉得就是说 这个也要我教嘛 你们 你们 真的是 然后我觉得就是说 我还说一遍就是说 哎 什么激流网 激流网可以说彻底沦落了 啊 我又要彻底沦落了 就是没话说了 可以说是彻底沦落了 无话可说了 啊 彻底沦落了 他现在已经完全是 如果你们要扣我这个宝的 宝的这个帽子的话 那么激流网的话 就是说 你帽子都不用扣了 你帽子都不用扣了 都不需要扣了 他已经是每一个细胞都长成帽子的样子 都长成这个帽子的样子 那就 我就说在这个意义上 他已经totally 啊 已经完全 完全沦落了 我们在 而且就 他这个时候已经完全就是 背离纪律了 已经毫无纪律了 已经 已经是一个 毫无纪律彻底的宗派主义了 毫无纪律是个彻底的宗派主义 毫无纪律彻底的宗派主义 毫无纪律彻底的宗派主义 有很多原则和底线 原则和底线 他已经不是当年的基地王了 不是当年的基地王了 为什么我在今年才开始批评基地王 因为之前基地王 曾经 还是一个 令人有一定敬佩的 令人有一定敬佩的 那么现在他已经不是了 现在已经明显不是了 绝对不是了 肯定不是了 完全不是了 一定点都不是了 这个这个叠子我就不要再叠了 明白吗 这个东西的话 就是说你们把它当成一个 有有有有点像 比如说你玩恶魔城里面 有你那种怪 那种啊 就镜子里面 啊 然后主角走过去 会发现镜子里面 有个跟他长得很像的这么一个怪 然后主角走到前面去 这个怪在他身后的时候 这个怪就啊 别想掏出什么东西出来 啊这个主角就啊 赶紧要放个招 怎么怎么样 一般想成他 他现在就是这个镜子里面这个东西 大致是什么样子 我觉得 好玩吗 我觉得就在这个意义上讲 啊就是说 我们看到这么一个 变成这么一个样子 我们只能说 我们没话说 我们也不配说任何话啊 回到之前的主题了 就是说 要讲究集体主义 不是说你不让你表达 啊不让你表达 你可以表达 内部表达 而在你外部共同表达 某种立场的时候 要共进退啊 共进退 共进退 共进退是因为大家同 同意的同样的路线啊 有着同样的路线 共进退 这点非常重要 共进退 好 那就讲到这里 那就讲到这里啊 哎